歡迎大家收看非常策略 今集會很快做一點回顧 接著跟大家說一下最近美國對中國的行為越來越鷹派 但是中國12月基本上會有一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在這兩個基本上一正一反的影響下 未來一個月我們港股有什麼潛在部署呢? 今集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看回上集提過一隻股票同情 當時出業職之前提過18元以下考慮買入 到今天上午見過19元 一個星期的時間收集了5.5%左右 看看會不會18元以下再賺多些 但去到19元這個水平的話 其實也有幾個%吃 它有機會再升升到20元 但是現在整體的市場環境 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先吃好一部分 有些東西先放下袋 剩下多些就看看博不博去20元 但是同情也叫做780這一隻 分享多一會兒 到現在是升了上來的 但是另外一隻同行 攜程9961 就沒什麼怎麼升 因為上個星期分享這隻股票的時候 已經出業績了 那段影片出完之後大家會看到 第二天的價格和今天上午的價格 其實都差不多好像沒什麼錢賺 是不是呢 並不是這樣 因為當時分析過攜程的業績 和一個潛在的做法 我們不是買正股 我們Shot Put 當時收7元對外一股 段影片出完之後是做到的 現在的Put Option其實只有5元左右 我們有兩個多已經代了下袋 不需要正股怎麼升 其實它不是很動 我們已經有些錢代了下來的 這兩隻都是一些旅遊股票 如果我對這類型沒有興趣 那怎麼辦呢 上集另外亦都分享了快手 當時未出業績的 如果手台上持快手的話 業績之前先走了 不要想那麼多 先走了 避險的行為 大家看看快手 公佈完業績之後 那個跌幅 51元樓上跌到45元 即是起碼我們可以上集的資訊 可以幫大家避險先 好了 上集其實分享到五個資產 潰程 快手同程 出來的表現都不錯 另外兩個資產是什麼呢 恨子 其實恨子上集分享到一些淡倉 小米或是一些淡倉組合 但是因為出完一段影片之後 市場已經跌了下來 看大家有沒有追到淡倉 有追到也有些東西收拾到 而小米當時提及過 等機會做一些部署 但未做到的都是在等機會 今天會就這個部署做一些跟蹤 對新觀眾首先介紹一下 這個頻道非常策略 Live from星期二 會放上youtube的 我是輝納的業務副董事 George Ho 而這段影片通常就大乎四個字 至半個小時 有區分不同的章節 大家可以選擇 你們覺得有興趣的內容 可能幾分鐘左右一個段落 來收睇 大家覺得有用的 不好意思上集有一點不舒服 就簡單一點 而如果大家覺得 這部影片是有用的 今集的影片有用的 請麻煩youtube三連結 給個like這段影片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還未訂閲 也請訂閱輝納證券 當然大家也可以在評論上留言 不論你想聽什麼股票 對某些股票指責指洩 或一些期權部署 或者有其他想聽 都可以在這裡打斷字出來 或者純粹講到支持 都對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多謝各位 好了 而剛才一些回顧 是對應上一集的 但是再早一點 一段時間 可能是兩個禮拜之前 也都提過一些其他的資產 大家如果有看這個頻道 知道 我其實在一年左右之前 已經講了新股市場 是可以留意的 那 甚至在不同場合也有分享 如何選擇新股 基於什麼邏輯 和一些回顧 或者總結 讓大家接下來是一些新股選項 可能會做得好一點點 那 對了 不過因為有時候家人也有抽 不是太方便在這裡做太多的分享 接下來如果是有機會的 其他途徑 例如一些課堂 有時間的話再講 但是在大約兩個禮拜之前 提過一些半新股 例如老鋪黃金 當時說194元左右 如果跌穿就走了 跟今天上午的價格都差不多 不是太遠 不過 走了有什麼汁 其實都不少的 190多元走 招股價只不過是40元 好好的待 是不是 但是同一時間 差不多的時間 有另一隻半新股 一脈陽剛 我又沒有說要走 或者紙棧 大家會看到 其實越升越有 抽新股 我們並不一定是 頭一二十 頭幾天走 某些質素OK 或者整件事吸引 我們可能會持久一點 而這一隻 招股價都是15元左右 現在升到50元 大家會看到 其實新股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玩 可以做 這些給大家一個概念 往後有時間才會 現場再和大家分享 如何選擇一些新股 而今天 正式內容 我們會講幾個資產 包括恆子 跟著一些個股 阿里 AIA 小米 同情剛才提過一下 吃了它 不如 也會講回 12月基於美國和中國的行動 我們怎樣部署 或者我們要考慮的是什麼 讓自己可以 投資勢有風險 但是怎樣可能把風險回報 組得好一點 首先我們看看AIA 先說一些個股 AIA 其實可能再早幾集 都有人提過 這隻都沒有太大的憧憬 可能它62.5的call option 有1元期權金都收回來做一個short call 但是 沒有啊 看到它的表現都不太好 降低少少的要求 如果12月到期的call option 60元 有1元期權金收回來的話 都要做一些short call 假如大家手上有貨 做這些cover call 如果你覺得60元這個價錢比較低 不是太上這個位 沽太多股票 假設你有3000股AIA 就考慮沽著一二千股 那為什麼AIA看得相對淡少少呢 第一 在過去這段時間 它其實 就是再早一點時間 由100元跌到剩下50元 當時不是很像跌什麼的 而過去這幾個月 就算升上來 都是跟著市 跟升跟跌 沒有說些什麼市場 一些不知道什麼的顧慮 消失了 重新估值 完全看不到這些 當然你說AIA 是不是一些好消息都沒有呢 又不是的 很多大行都還說 業務增長良好 甚至最新委任了余山 平保的前總經理 做中國CEO 普遍的角度覺得 你一個比較熟悉中國市場的人 做CEO應該生意會做好了 是不是會推到股價呢 但是我們看股價表現 又不是這回事 這樣的情況下 不太煩了 就是 收回一點先 它會不會繼續跌下來 越跌越深一件事 它維持在現在50多元水平 我每個月收回一個幾毫都不錯 但是今天的價錢就沒有一元 上個星期都有 大家看看 如果去彈高一點 有這些位置 接近一元 看看會不會做一個short call 收回一些東西回來 而上集提到小米 要不就等正股跌到26元 這個位置 直接買正股都可以 不然的 如果去到 例如明天 星期三 過了整個星期 都一直在28元上下 一元左右賠回 可以想太多 因為小米其實是偏向正面消息 比較多 上的機會會比較大 而事實上 在早幾天小米也曾經迫近30元 但是很快又回落 為什麼 因為市場大環境的氣氛 都不太支持到它這麼快有一個突破 如果大家看回圖表的話 其實在過去一個月大部分時間 都仍然在28元上下 1元左右賠回 咦? 那我是不是可以 好像上集說 亦都 這樣的情況 都可以在28元附近 直接做long call 呢? 不好 因為整體市場的氣氛 和一些資訊 我們會看到 負面消息 都是比較多 要不就等它26元才出手 去到26元做什麼呢?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long call 看看會不會 真的突破 今次再升上來 會不會試見三字頭 30元流上呢? 這個是潛在的做法 但是就 如果市場氣氛 都是比較差一點點的話 可能這個做法會 風險回報我覺得不錯 還有可能相對贏面會高一點 做到正股跌到20元左右 做過行使價26元的short put 跟著呢 低兩元做回到long put 24元做回到long put 假如 例如 Touchwood去12月初 正股跌到26元的 我們開12月這個 26元short put 24元long put的話 我們每股應該剩下7號左右 正股跌下來有個long put 底 跌穿24元 我輸盡 其實就 你計一計條數 輸盡都是輸過三 但只要正股跌不下來 或者跌不穿 下short put 26元的位 都有7號之袋 如果大家本身覺得 小米26元左右的水平 真的有得想 不算太貴 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做法 不算差 跌不下來 我已經有7號之袋 大家看看過去這段時間 可能都是多1-2元上落 你還要升才有 現在跌不穿26元 我們已經代7號之袋 這個好像也不錯的 一個潛在選項 而另外一隻阿里巴巴巴 大家會看到阿里巴巴這排 就比較弱一點 但是去到80元就彈上來 這些位置80至85元 我覺得比另外一隻我跟進開的 就是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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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我自己的愛股 我覺得很吸引 在過去這段時間 有好幾次出入都代到一些東西回來 但是如果我們說正股現在 差不多80元頭 阿里巴巴巴給騰訊 這個股值角度 這一刻我覺得會更吸引 可能有觀眾會覺得 阿里巴巴會不會一直跌下來 去到80元再跌就是70元的水平 當然在圖表上是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想提提大家 70元的時候 阿里是未入港股通的 而現在就是 筆水可以買阿里巴巴 其實港股今時今日有幾多隻股票 值得買筆水有興趣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但是我們說大隻的 阿里巴巴絕對是一個潛在選項 還有淘寶天貓那些 都有一些營運上的調整 可能要多幾個月才看到正面效果 但是最近公布的一些資訊 都 至少看不到太大的負面影響 很多大行都看好這些營運方面的調整 可以令到阿里整個集團 是收多了錢的 而剛剛線過的 雙十一營運增長 雙十一營運動 雙十一營運動 當然最後最煩 就是美國對阿里巴巴的影響 即是特朗普上場 我們首先說業務方面的影響 當然阿里很大的業務 是源自於電子商貿 源自於中國的銷售 當然他都有一堆東西買去美國的 但是美國就算對中國做任何東西 會不會這麼快 是營到阿里這些 可能買一些日常用品的東西 這個機會就微一點 所以 在這些東西 總合下我會保持剛剛的說法 80至85元其實 某程度上叫底 阿里巴巴我覺得算便宜 不過都看看自己的倉底 如果有好倉的 其實可以考慮做12月到期 行駛90元的索託 如果有一個半 一元樓上一定有 但最好就有一個半樓上 如果一個半樓上 可以考慮做12月90元的索託 我並不是說阿里巴巴 不能升上90元這些水平 但是 稍後再說大市 再順便做個分析 12月港股大升的機會 未必太大 我現在只不過是 12月也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可以的 我就收下期權金 正如現在都是85元以下 一個半收都不錯 大家可以看看 未來幾天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不過如果沒有倉的 又認同剛才的說法 這些價錢底的話 做80元或者82.5元的索託 82.5元行駛12月索託 大家會見到我打個問號 收回兩元鬆一點回來 其實 扣起這個期權金 去到12月結算 跌不穿80元左右這些水平 是有錢賺的 我當收兩個半回來 去Shopput 有錢賺的 12月底結算 跌不穿80元 但為何還要打個問號呢 因為市場都不是太硬 80元的put option 就有1元鬆一點收回來 如果接下來 我們是可以 我們是可以 阿里巴巴再回多一點點 就是 80元之後 彈回上來 但如果 接下來 去回一點 例如今天下午 跌回一點 甚至 接下來 再試回80元 頭附近 可能 82元左右的話 我們 80元put option 不是收一個多 是收兩個多 當然到時 做這個shopput 會更舒服 而整件事 我們打和點 就完全是80元以下 這個是阿里巴巴 接下來 我覺得一個 可以考慮的動作 好了 然後 所有的判斷 剛才分析一些過股 例如 同程 780 我們為什麼 可能現在 19元已經吃這樣一部分呢 為什麼 小米這麼強勢 我們可能 現在都忍手 不做好倉 可能等它再回低 再做好倉 等等 阿里一些策略呢 背後 因為整體各大市氣氛 大家會看到 在過去這段時間 特別是 11月頭之後 都會跌下來 沒有一個 基本上 可以說沒有反彈 到底什麼原因呢 都不說什麼 大陸那10萬億的 幫地方政府化債的規模 或者做法 令到市場有些失望 還有後續 未有一些新的 具體重大的 刺激經濟政策 這些 講到Chump 我們看一下 外圍 特朗普上場 當然整體 對中國更加鷹派 例如最新公佈 我可能對中國 加10%關稅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說 中國打擊毒品的力度弱 令到很多毒品流入美國 這個可能只是開胃賽 特朗普上場之前 競選的時候 是說可能交60%關稅 未必一加加這麼多 我就拿毒品這個 來做一個原因 加你10% 這個固然是一個影響 但跟著 美國德州 州長就說 當地政府機構 不可以再投資中國 具體一點點的內容 新投資 是完全禁止的 現在有投資中國的 要盡快撤出 那你的規模是多少 買一萬幾千元 你喜歡走就走 例如以德州的教師退休系統 公佈的年報 幾個月前 第十大持股 騰訊 拿著三十億港幣 拿著一些人仔和港幣的資產 圍回大約一百億港幣 大家會說 一百幾十億 圍回未必太大 但我們要看背後的影響 管理的總資產 是有美金 是有二千億的 而這個只是其中一個政府機構 教師退休系統 另外有一些投資公司 包括這些是 局資產八百億美金 這些只是其中兩個例子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 而更加在意趨勢 就是禁止中國投資之前 在拜登的時候 已經有這樣的資訊 但是經過耶倫的解釋 擾讓完一輪之後 法國的影響都不是太大 但是現在就開始支持 特朗普的官員 或者其他整體現在的政治氣氛 紛紛跳出來 有些越來越鷹派的舉動 這些在拜登時代是沒有 或者沒有說得那麼出面 現在就陸續有這些東西出來 現在只不過是德州州長 德州通常要走得前些 但是其他州呢 美國那麼多的州 會不會有其他州 又陸續跳出來做這些東西 還有政府機構不可以做這些投資 會不會影響私人機構的判斷呢 這些都是可能對中國 或者香港的資本市場 一個陰霾在這裏 而接下來很快 好像說這樣前夕 也有200間的晶片公司 中國的入了一個貿易限制 未必可以供應一些美國晶片 給這200間的公司 然後呢 下個月可能一些寬頻幾晶片 也都有一些規定先進一些的 就不可以出口中國 這些負面的陸續有利 而中國有什麼應對呢 我們期待的可能就是 十二月初通常有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但是我們看回近期的一些政策 可能開完會之後 有些公佈 例如鋼準 可能又有一些便利的借貸措施 等一些金融機構比較容易融資 拿到一些資金 其他可能就是拆長鬆綁 香港買樓易一點 但是首期的比例已經降低了 公樓開支的利息也都降低了 那你還有什麼推出來呢 以舊換身 講來講去都是以舊換身 當然市場有預期 他會應對美國的關稅做一些事情 例如可能人民幣有少少貶值 但是貶值幅度有多大呢 而且他不可能這些東西公佈出來 那可能特朗普的循序漸進 加關稅現在加了十個巴仙 中國就可能退一退匯率 這些大家都預料了 接著就是平台經濟 最近又是說平台經濟 要更好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等等 都是說支持 具體怎樣支持 又不是很妄想到 所以這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有沒有一些新意 或者令到市場很驚喜的東西呢 如果沒有的 就都幾麻煩 當然是都可能有一個兜底的作用 但是要令到市場升上來了 我們說通常十二月初的會 你炒充警會 去到他會開完之後 去到十二月中都沒有什麼新政策 那你怎麼可以說十二月的市場 可以彈上來彈得很多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上個星期五和昨天 都跟客人說了一些潛在做法 這個WhatsApp 不過今天都做到的 十二月到期的 二萬零四百或二萬零六百 做sort call收回 84點 一百點左右的期權金 收下先 這些行使價來指數 差一千點對外 加上剛才的分析 它真的未必升上來 還有是否會裂口一星 這麼多呢 不然的 它會升二三百點上來 或者再升多一點 大家有任何顧慮 我們可能調整這些做法 都不是一件難事 特別是我們說 先開著一點點 你不需要 現在只不過在十一月底 馬上大量重錘出擊 開著一些short call 如果它彈上來 再看情況 要不要加膽錯 除了short call之外 昨天就跟客人說 你彈上一萬九千三 那些位 就直接做一些long put 萬九行使價 十二月 我講到十二月的long put 我儘管當昨天割價是三百三十點 先說一下 我當今天都是用這些價 來成功的話 我們上面說兩張 兩張二萬年四百的short call 差不多都能蓋上一張long put的成本 還有我這裏 一百四十點 有一張short call 今天就收這些價 上個星期再收多些 上個星期再收170點 夠蓋 真是夠蓋到long put的成本 那我們這樣做有什麼意思呢 首先 如果我拿short call 來蓋long put的成本 我自己不用拿黑錢出來 而一萬九千點離 現在差多遠呢 不是差太遠 而大家也會看到 哇 美國 現在又得州 又遲些又跳幾個州出來 又越來越鷹派對中國的政策 這樣的情況下 恆指短線有機會穿萬九 那穿完萬九 是立即彈上來 還是越跌越深 沒有人知道 我這個long put 又不用自己拿錢出來做 我上面short call夠蓋我的成本 這些short call 何樂而不為呢 甚至如果自己本身的戶口 有一些股票拿著 和指數有些關係 整體又是跌下來的 那你這個long put 也都作為一個緩衝 讓自己的持貨安全一點 沒有貨的 跌下來 還好呢 你的倉如果沒有任何股票拿著 沒有任何好倉 short call 升不到 我已經賺到期權金了 跌下來的話 跌得快的 我long put 還有錢賺 大家想想 我的long put 還不需要自己拿錢出來 short call 減了我的成本 有貨就是一個保障 沒有貨跌下來 這些就賺錢了 那假若它真的跌下來 又不是讓大家看得那麼淡 真的跌到萬九樓下 一萬八千多這些位 喜歡不喜歡拿貨 到時看情況 還有 我有long put 在手 萬九行使界 有long put 你跌到萬九樓下再跌 我都沒什麼要害怕的 是不是 我買了保險 你跌下來的 我萬九樓下 拿回一張期子 或者拿回螢庫基金 我long put 都對了風險 這些位置我罵貨的 大不了升不上來 我沒有錢賺 我不用怕輸錢 因為你之前的long put 已經控制了風險 所以這個動作 首先short call 如果大家認同12月 未必會彈太高的話 贏面 都有上下的吸引 如果大家再走多步 將收回來的short call 幫助這些long put 有貨安全一點 沒有貨跌下來 不動的我們都沒有損失 只要 以結算價計 不要升到20,400樓上 甚至有這些動作 跌下來 跌到差不多 大家覺得差不多 拿貨拿股票 都拿得安心一點 一個 今天 比較簡短的內容 還有一些回顧 也講一下美國和中國 在12月對我們投資 有什麼潛在的影響 和一些過股的部署 和行指的部署 而我12月打算 搞兩個班 都是實體班 一個是期權的基礎班 可能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讓大家初學者 未做到期權買賣 為了做少少的 清楚少少 不然有些陷阱 沒理由你交 免費 沒理由你 真金白銀做買賣 你沒有懷疑多東西 交出來的學費 更貴 沒有很簡單的內容 但是 有些你是做過才知道 一個免費的課堂 等大家有少少的概念 我打算可能是 每個星期五 而另外 每個月 我本身都會有一場 分析的講座 12月應該就有這兩場 但是時間都還在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未來的影片 或者是 揮立的網頁 也都會有寫到的 希望大家覺得 今天的內容有幫助 有的麻煩 YouTube三連結 給個like 分享給你的朋友 亦都可以在這裏留言評論 不論你想聽任何的股票 講回支持 又或者是 今天的內容 這些期券的策略 想問清楚一點 都可以在這裏留言 那最後 未訂閱也都請訂閱回復立證券 多謝各位 今天只是一些 一般簡大並非任何法律 財務的行事依據 亦都並非任何買賣邀請和建議 資產特大可聲可跌 投資可賺可洩 期券期貨有這麼多效應 可以放大潛在人數 任何情況都必相滿足 不然有機會被人搶擠平倉 無分差略最大潛在損失 理論上有機會是無限 最後真金白銀買賣 請募必問回自己的經紀 或者獨立專業人士的意見 多謝各位